望线 斯君不可追 第八集 在下兰院兰斯追 是韩光君和仪陵老祖之子 兰斯追只守行礼庄重地说道 之所以说号不说明 就是不想让太多人知道 兰战和魏英的身份 保不齐就有丧心病狂的人算计两人 韩光君 仪陵老祖 温若韩撇了眼兰斯追嘴里念着尊号 这孩子的眼睛和兰家小子一模一样 看来这兰家小子是他父亲无疑了 至于仪陵老祖 前世好像没 温若韩猛然间想到魏无羡的轨道 难道是那小子 看着雅正端方的兰斯追 温若韩感觉自己的世界观摇摇欲坠 两个男的怎么生的 要不回去问问温情 魏英见温若韩的样子就知道 他的思绪已经跑到十万八千里了 魏英拿出陈情边转边说道 温宗主 想好了吗 嗨嗨 温若韩知道不能拖太久 而且这兰家小子和魏小子的修为也比以前强不少 这魏小子的轨道威力着实强 温家没必要和他交恶 想到这里 温若韩把杯子放下坐直身子 这灵脉当然是要了 刚才我还问蓝小公子要我温家干什么 这蓝小公子也没有说啊 兰斯追刚在魏英旁边坐下 听到温若韩的话想了一会儿 好像大概自己确实没有说要温家干什么呀 蓝丝追把手放在嘴角咳嗽一声 眼是尴尬 那个温宗主 我主要是想在温家宴会的时候 把我爹爹和江家的关系当着百家的面说清楚 免得以后有人在我爹爹和父亲截到时 江家又凑上来 到时 希望温宗主不要插手 至于仙门百家我年纪还小 温若韩看着眼前笑得狡猾的蓝丝追 后背一凉 你年纪小 那百家都是我的活 想到温家的事就够我愁的了 再加上仙门百家的破事 温若韩一惊 这我要处理多久 那我的修炼 我的飞升 温若韩用手支着额头 不行 不能想 一想就头疼 偷偷瞄了眼蓝战和魏英 这两小子也不像是威胁人的 怎么生出的孩子 心眼像筛子一样那么多 魏英知道蓝丝追是不想他为难 虽然他放下了江家 但毕竟没有正式脱离江家 在百家眼里 他还是江家的弟子 本来想着让蓝家发个公告就行了 但是蓝丝追要去算清楚 魏英也就随他了 蓝战想到前世魏英死后 江城的所作所为 心里对他不迟 也觉得说清楚比较好 拈得以后江家再来找魏英 蓝西辰就更没有意见了 悠闲的喝茶 这茶真不错 一会和丝追多要点 温若涵想来想去 想到齐皇一脉的温情 眼睛一亮 温情不错 会医术 那一脉管得也不错 要是他当了温家的家主 那我不就有时间闭关修炼了吗 好 回去就立温情为少宗主 想好后 温若涵就不纠结了 大手一挥 好 本宗答应你 江家就交给你来处理 蓝丝追闻眼手 一挥一道蓝光闪过 一条灵脉就落在温若涵的手上 灵脉一出 煞时间 屋内的灵气浓得都快成雾了 温若涵感受到自己的身体吸收灵气的速度越来越快 看着灵脉的眼神十分火热 蓝丝追拿出一个戒指 放在温若涵的桌子上 这是空间戒指 滴血认主后可以把灵脉放进去 温宗主 祝我们合作愉快 温若涵听到空间戒指 眼睛一亮 好东西 立马认主后 把灵脉收了进去 温若涵整整衣服 恢复宗主的气势 那就谢谢蓝家小公子了 合作愉快 说完 脚步飞快地离开了蓝家 生怕蓝丝追反悔 魏英看得简直是目瞪口呆 这还是温若涵吗 被夺射了 还是失心疯了 蓝丝追刚从空间里拿出来小本子 看看连人影都看不见的温若涵 嘴里嘀嘀咕咕 这温宗主跑那么快做什么 他知道这灵脉该怎么放吗 啊 魏英拿起蓝丝追手里的小本子 和蓝战翻开看完后 再看蓝丝追 儿子 你也太黑了吧 只给灵脉不给说明书 温若涵就是修为再高 他也干不了啊 蓝战也在一边点头附和魏英 爹爹 这可真不怪我 我刚拿出来他就跑了 蓝丝追无辜地说道 蓝丝尘也出生给蓝丝追解围 丝追也不是故意的 明天就是温家宴会了 到时候 我拿过去给温若涵就行了 蓝丝尘说着 把本子收了起来 也行 魏英看时间也不早了 准备和蓝战离开会客室 蓝丝追见 两人要走着急地说道 爹爹 父亲 我要下山 下山 魏英文言停下脚步 回头看着蓝丝追 蓝丝追眼神坚定地点点头 是的 爹爹 我想下山去历练历练 顺便四处看看 历练 以蓝丝追的修为 这玄政还有什么地方 可以让他历练的 无非是想去莲花屋 看看爹爹长大的地方 找找江家虐待爹爹的证据罢了 魏英和蓝战心里也很清楚 虽然知道 他有许多的法器护身 但在玄政 毕竟是要银两的 蓝丝追待的零食用不了 蓝战就给他拿了许多的银两 站在山门口 看着蓝丝追远去的身影 魏英想起在山门口 见蓝战时的场景 心里感慨万千 温若涵回到温家 着急忙慌地跑到他之前闭关的地方 不好结界 还四处看了看 见周围安全放松下来 从空间戒指里 小心地把灵脉拿出来 感受着浓郁的灵气 温若涵浑身舒坦 看着手里的灵脉 温若涵不知道该怎么放 心里懊悔 早知道就在问问蓝家小子了 现在看着灵脉用不了 温若涵是急得火烧眉毛 突然 他灵机一动 有了 温家人现在用不了 但是他可以先用啊 把灵脉小心地收好 温若涵火速让人 把温情和大长老叫了过来 过了一会儿 温情和大长老面面相聚 不同的是 大长老满脸的笑意 而温情就像被雷劈了一样 不过 好歹是齐皇一脉的脉主 心情很快就平复了下来 温情再处理了几个事物 大长老在一边看着 心里暗自点头 不错 温家在温情手里 想必可以发展得很好 至于温若涵 当个吉祥物就行了 正痴迷修炼的温若涵 还不知道自己在大长老 心里已经是吉祥物了 不过就算他知道 估计也不会有多大反应 吉祥物就吉祥物 只要不打扰 他修炼就行 下山后的兰丝锥 在彩衣镇买了些吃的 就遇见往莲花屋飞去 莲花屋虽然被温家占领后 有些人为了避难逃难去了 但还是有一些 舍不得离开的老人 住在这里 蓝丝锥从他们的口中 了解到了不少爹爹的事迹 莲花屋有温家人看守 蓝丝锥就引身进去四处转转 看着周围的建筑 蓝丝锥好像可以看到 爹爹以前在这里生活的样子 走到江峰眠的书房 蓝丝锥用神石扫了一圈 感受到阵法的痕迹 蓝丝锥心里疑惑 走进里面一看十分震惊 这竟然是高级隐秘阵法 难怪温家没有发现 蓝丝锥的脑子里满是好奇 这阵法虽不厉害 但是玄政没有阵法师 就算是天赋一禀的爹爹 没有阵法书 他也不会啊 浙江家只不过是五大家族的末尾 怎么会有呢 不过虽然想不明白 蓝丝锥还是施法小心地破了阵法 阵法被破 面前出现了一道门 蓝丝锥神石 查看里面没有危险 就推门走了进去 门里正中间摆了一张桌子 桌子上放着一把剑和一柄浮沉 看起来是两把法器 不远处放着一个木盒子 还有阵法保护 不过这对于蓝丝锥来说 小菜一叠 他手一挥 阵法就破了 看着小木盒子 蓝丝锥想 这是不是江丰棉留给江城和江燕里的 不过现在是我的了 在小世界历练的缘故 蓝丝锥对情况不明的东西 充满了警惕心 他先是用神识仔仔细细地查看 没有问题后 才把剑和浮沉收了起来 至于木盒子 蓝丝锥小心地打开它 暗器就射了出来 蓝丝锥一个翻身躲过 看着射在墙上的暗器 再看看木盒子 蓝丝锥陷入了沉思 金元盒 怎么会在江家 这东西不是已经消失了吗 江家从哪里得到的 蓝丝锥想不明白 眼神扫到盒子里有一打小纸条 蓝丝锥拿起看了起来 阿英 爹爹要去帮江家除碎 娘亲不放心 也要跟着一起去 你要乖 我们很快回来 阿英 娘亲和爹爹去除碎了 把你放在穆爷爷家 你要乖 娘亲给你回来带糖葫芦 好不好 阿英 娘亲和爹爹去帮李伯伯除鬼怪了 饭在桌子上 你醒了就去吃 蓝丝锥连续看了好几张 无一例外 都是去除碎让魏英照顾好自己 透过这些纸条 蓝丝锥仿佛看见爹爹小小一只 每天站在门口等父母回来 从满心欢喜到失望而归 蓝丝锥的心里不是滋味 她从小就是在宠爱里长大的 就算是小时候爹爹和父亲去游历 帮别人除碎 也没有把自己放在别人家 都是带着她走的 不然会留一个看着她 可是 这一世爹爹的父母 蓝丝锥把纸都要捏碎了 可想而知她的心情 蓝丝锥没有在看里面的东西 挥手把盒子收到空间里 就出去离开了莲花屋 蓝丝锥一路边除碎边 找着之前感受到的气息 终于在一个小村庄里找到了 这里的村长 最近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了 村里老是有人失踪 又没钱请休士 现在人心慌慌的 幸好蓝丝锥来了 她心里也踏实了 蓝丝锥安抚好村长后 就徒步上山了 越往上走 腰气就越浓 蓝丝锥握剑地手紧了紧 在山顶修炼的胡璇猛地一睁眼 看着山下的方向 眼睛一眯 眼中泛起了杀意 蓝丝锥小心地往山上走 突然 眼前一道黑影闪过 胡璇就站在蓝丝锥的面前 看着长相俊美的蓝丝锥 胡璇眼中闪过一丝惊讶 没想到这玄政小世界 还有如此美的皮像 看来我胡璇还是有福气的 蓝丝锥被她看得不舒服 好像自己就是案板上的鱼 随时可以吃一样 胡璇脚步上前 手中拧起腰力 就向蓝丝锥打去 蓝丝锥闪身躲过 化神七威亚毫不犹豫地散发出来 朝着胡璇而去 强大的微扑面而来 胡璇一个亮枪跪在地上 身上的汗流了一下 大人饶命 大人饶命 蓝丝锥一点都不废话 手中的灵气向胡璇打去 胡璇当场死亡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